另外云林县令体育馆这两天也有设立快打站 帮有预约打疫苗的民众服务 那就有人收到了讯息 说你只要拿着健保卡到体育馆就可以打疫苗了 所以吸引不少民众赶快冲到现场 结果当然是扑空不能打因为要预约嘛 这个讯息到底是真是假呢 负责快打站的医院说 其实讯息是他们发出来的 因为当天预约疫苗打完了还有剩 就不想浪费才会发讯息叫人家来打 但是他们也忘了注明说疫苗有限 导致民众误以为是疫苗可以无限打 所以好多人来排队 注疫苗 民众赶到云林体育馆 想打疫苗却扑了个空 有预约吗 没有 那你还有现场可以打 大家都以为不用预约 就能直接到现场打疫苗 原因就是这封讯息写 五十岁以上没预约 不管是否涉及云林县 只要拿健保卡 下午三点到体育馆就能打疫苗 结果一堆人冲到体育馆却没得打 认为讯息是骗人的谣言 但当天不择快打战的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说 讯息是他们发出来的 原来当天快打战打完预约疫苗后 还有剩怕浪费才发讯息开放 相亲现场挂号打疫苗 当天就有人提早到现场排队 拿到号码牌打到疫苗 但因为讯息没写清楚疫苗有限 且让民众误认为疫苗无限 吸引大批民众排队 院方澄清这不是谣言 也因为疫苗量还不够无限打 所以二十号以后都不会开放现场排队 华世新闻 熊华林品星吴建宏云林报道